各位嘉宾好 今天来跟各位介绍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实际执法的现况之现况 困境与未来可行之修法方向 那我是KeyRain 事实上毒品台湾地区面临的 各式犯罪当中 毒品犯罪事实上是非常严重的 今天来跟各位嘉宾分享一下我的观察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3号 礼拜二 那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他在民国111年的5月4号有修正过 今年有修正 那我们看一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总共有几条 条文事实上也不多 最后一条是36条 36条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那根据第二条 第二条里面有四项 第一项里面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毒品 就是具有他有三种特性 第一个是成瘾性 addition 滥用性 abuse 然后对社会有危害性 它有三个性 成瘾性 成瘾 它会成瘾 然后滥用 毒品被民众滥用 然后还有危害性 对社会有危害性 的麻醉药品 第一个是麻醉药品 与其制品 麻醉药品 还有那个影响精神物质 与其制品 就是两大类 毒品有两大类 一个是麻醉药品 一个是影响精神物质的两大类 在第二条第二项里面 它说毒品一起成瘾性 滥用性跟危害性 对社会的危害性 这些毒品有三性 成瘾性 滥用性 危害性 毒品分为四集 我们之前入管年纪是三集 现在变成四集 像Ketamine就是三集 希克巴比陀 物素巴比陀 纳罗芬 极其相类制品 第四集的话 阿炳希基巴比陀 阿普错他 极其相类似的制品 二集的话是因素 骨科 马里瓦娜 阿维他米 佩西丁 潘纳措心 极其相类制品 第一集是Heroin Morphin Opium 鸦片 Cocaine 极其相类制品 所以海洛因 它是一集毒品 麻酯也是 鸦片也是 那因素 骨科 大麻是二集毒品 安培他命也是 二集安培他命也是 三集的话是Ketamine 像强奸药丸药药水 那个都是三集毒品 第二条的第三项他说 前项就是第二条第二项 毒品之分级还有品项 由法务部会同卫生福利部 组成一个审议委员会 审议委员会 就是一个毒品分级品项审议委员会 三个月定期检讨 审议委员会并得将具有 成瘾性 滥用性 危害性 就是毒品三性 成瘾性 滥用性 还有对社会危害性之与 之与就是一个 possible possibility的可能性的 麻醉药品及其制品 还有影响精神物质及其制品 及与该等药品物质或制品 具有相似化学结构 这就是新型毒品 然后相似 类似化学结构的物质 所以我们毒品是用 采取类似的化学结构 就一个抽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 然后经过 毒品分级及品项审议委员会 审议通过以后 行政院公告调整 将增减之并送请立法院查照 因为新型毒品变化很大 那如果透过那个正常的修法 国会的立法院的 那个 立法院的修法的话 那个 他的那个 程序很冗长 所以他就授权行政命令来订定 然后授权行政命令的话 他必须要在第二条 他有一个法源依据 所以 毒品危害仿制条例 第二条的第三项 他就把那个毒品的 分级跟品项 他 他那个 就是 法务部跟卫生福利部会 组成一个省议委员会 三个月就会来 定期 去检讨这样 那毒品总有两大的 一个是麻酯亚品 一个是影响精神物质 影响精神物质这样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针对新型质品 说化 他的制品具有类似化学结构的物质 这就是新型物质 它变化很大 所以我们用授权命令的时候 来给他订定这样 那母法 第二条 第三项 然后授权订定一个行政命令这样 来调整增减这样 然后二之一的话就是说 那个 之下市县市政府为了毒品防治工作 应由专者组织来办理这样 二之一条 然后二十二的话 法务部他有一个毒品防治基金 好 毒品防治基金 那我们这个本条例就是很可惜 他们他缺乏一个 缺乏一个那个 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 名词定义里面毒品是有定义的 那最好是再加其他的毒品 再给他定义一下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条 那本条例有关法院检察官看所所建律 就是以军事法院 那现在好像没有了 红粥丘案 红粥丘案以后就军事法院就没有 就是比较没有在运作 这样 就是军事法庭 法院的试用制 第四条 制造运输 第四条有六项 制造运输 第四条第一项就是制造运输 贩卖一级毒品的四新五级毒品 除无级毒品 除无级毒品的话可以并科 新台币三千万以下的罚金 第二条是制造运输 贩卖二级毒品的 除无级毒品或十年以上有级毒品 得并科新台币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金 第三项 第四条第三项是制造运输 贩卖三级毒品的 七年以上有级毒品 得并科 新台币一千万以下的罚金 第四条第四项是制造运输 贩卖第四级毒品的 五到以上 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有级毒品 得并科 新台币五百万以下的罚金 第五条是 一图贩卖而持有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毒品 第六条是 强暴脚迫 欺瞒或其他方法使人 适用一级毒品的 这是第六条 第六条 引用他人适用一级毒品的话 三年到十年 并科新台币三百万以下的罚金 像校园里面常常会 引用他人适用三级毒品 事实上这个是犯罪行为 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级毒品 可以并科新台币七十万以下的罚金 转让的话是在第八条 第九条是 成年人对未成年人贩卖毒品 或犯前三条 六七八 六字强暴胁迫 七是引用 八是转让 第九条是说 成年人对未成年人贩卖毒品 或犯前三条之罪 依各该条项 规定加动其行至二分之一 那使用一级毒品的话 是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级毒品 不过现在有那个 现在去医院可以戒毒 他那个毒品的那一个 毒瘾 毒瘾的门诊 毒瘾的门诊 那意思通常不会举报 因为我们现在是鼓励戒毒 二级毒品的话 三年以下有期图形这样 好 持有ketamine 根据十一条的第五项 第五项 持有第三级毒品 存值净重五公克以上的话 是两年以下有期图形 得病科新台币二十万以下的罚金 那如果持那个三级毒品像ketamine 五公克以上是两年以下有期图形 如果是五公克以下的话 是行政法 那四级毒品也是以上 一样 持有四级毒品存值净重五公克以上的话 是一年以下有期图形 得病科新台币十万以下的那个罚金 十一条之一的话 是三四级毒品的器具 不得善自持有 那十一条之一的第二项的话 就是正当理由持有或是用三四级毒品的话 处形台币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的罚金 这就是说三四级毒品 五公克以上是行事法 五公克以下是行政法 这是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的罚金 这个的话 这个好像就是 适用三四级毒品 给它处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的罚金 然后行度有点低 最好是给它改成五万以上十万以下的罚金 并应限期令期接受四小时以上八小时以下的毒品 危害奖息 这四小时以上八小时以下就差不多 好像应该接受奖息 时间应该再给它拉长一下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少年是用三四级毒品的话 依少年事件处理法 处理 不是用前项的规定 不过少年事件处理法 在处理三四级毒品的话 好像事实上也是 就是说少年事件处理法 跟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两个条例在有关于少年的戒图方面 事实上衔接的不是很好 少年事件处理法 在处理少年吸毒这部分实在是很弱 规范的很不足这样 好 那十二条是说 意图供制造毒品自用 栽种因素或骨科节的话 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七百万以下的罚金 好 那十三条是 运输贩卖因素的种子 十四条是 持有转账因素的种子 十五条是处罚公务员的 好 公务员犯了另一个 犯了第四条第二项 公务员犯第四条第二项 制造运输贩卖 制造运输贩卖 第四条第二项 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的处罚 那十七条的话是说 公司毒品的话 减轻或免除其行 握理反 握理反条款 然后十八条的话是 这个制造毒品的 或是使用毒品的器具 就是没收 没收这样 没收 那这个 公犯罪所用 十九条是公犯罪所用 也是给大家没收 没收 好 那二十条是 毒品戒指 毒品戒指有关分为 两个阶段 一个是观察乐界 一个是 如果观察乐界 那个 观察乐界两个月以后 发现 正在有 那一个 试用毒品的倾向 检查官 因申请法院 裁定 因为拘束人生自有 或少年法庭 裁定 另入戒指诉所 强制戒指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二十条 犯第十条之罪 第十条之罪 是使用一级毒品 跟二级毒品 一级毒品 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级毒品 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这是第十条 得处罚 一级二级 那二十条是针对 一级二级来 那个 的 毒品 毒瘾戒指 他说二十条 第一下 检查官 如果犯 一级或二级毒品 检查官应该 申请法院裁定 或少年法庭 应先裁定 令被告或少年 进入热戒处所 观察热戒 我们现在毒品戒指 观察热戒 两个月 然后如果 那个 观察热戒两个月 超过两个月的话 有继续 使用毒品的话 检查官应申请法院裁定 或有少年法庭 裁定 另入戒指处所 强制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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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月以上 但最长不能超过一年 好 然后第二十条第三项 一前项 规定为观察热戒 或强制戒指 执行完毕 release 释放以后 初见以后 三年 三年以后 再犯第四条罪的话 三年以后 试用第四 再犯 试用毒品 一级二级的话 试用那个二十条 第一项第二项 戒指的规定 那如果在三年以内 如果释放以后 两年以后 没有超过三年 再犯第四条 吸食一级二级毒品的话 就不适用 一项二项的规定 就要进入监狱执行 这样的话好不好 这样的话就是说 对再犯的话 他就 因为他说三年以后再犯 第四条罪的话 是用前两项的规定 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 那三年以内的话 就不适用 所以说 但是 毒品 吸食 毒瘾的话 很难戒 通常三年以内 就会再犯 但是三年以内再犯 就不适用 就没办法 观察乐界 强制戒指 所以 这个 在毒品戒指方面 事实上 以三年为区分 三年以后 就是说 就是 依照二十条 第三项 就是说 观察乐界 执行完毕 释放以后 三年之后 三年以后 再犯 适用毒品的话 才能 再适用观察乐界 强制戒指的规定 那三年以内的话 就不适用 这样的话 好像似乎 也没办法 更治这个 毒品 所以我们现在毒品 我们要防治条例 第二十条 第三项 事实上 他也是有 有他的那个盲点 跟赵门 那 那如果 如果不用三年后 再犯第四条 之罪 就不管他什么时候 就出见以后 不管什么时候再犯 都是用观察乐界 强制戒指 这样的话 好像网路的 网例 以前就这样做 结果那个 檢查官蛮翻的 呵呵 因为这个毒品犯 一出狱以后 就马上 馬上了一个 很容易就是再犯 这样 好 那二十条之一 日新 最近请人才新增加 就是观察乐界 还有强制戒指 法院的 对于毒犯的那个 观察乐界 还有强制戒指的裁定 确定以后 有下列情形 认为 应不施以观察乐界 或强制戒指者 受观察乐界 或受强制戒指 处分之人 或其他的法定代理人 配偶检察官 得以书面序名理由 申请原裁定的法院 确定法院 原裁定确定法院 重新审理 如果第一个是 法官有错误了 第二个是发现 原来所评 裁定的那个证物 是伪造变造的 好 然后如果是原裁定所评的证言 鉴定通意 证明为虚伪的 好 那或是说参与的法官 没有进行肥逼 触犯此物上之罪 第21条第一项的第五款 发现新证据 然后呢 第六款 证明被误告的 证明被误告这样 好 这样的话 申请重新成立 要裁定确定以后 30天以内 30日内提起 好 但知悉知事有 申请知事有 知悉 再或者自知悉之日 起算这样 然后第21条 犯第十条之罪 就是西子一级毒品 包含一级的毒品 海洛因 与犯罪未发掘前 自动向医疗机构请求治疗 医疗机构免将请求治疗者 送前法院 这就是鼓励 鼓励这个毒瘾者 他去法院接受 就不是法院 去医院接受那个治疗 像我老家住在南投市 离那个南投医院很近 南投医院就有毒瘾坑 毒瘾戒之坑 好 毒瘾戒之坑 那事实上 通常 通常 如果是家人 跟那个毒瘾一起进去的话 医生 通常会把家人 请他在外面 不要跟 医生在跟了解病人的 那个毒瘾犯 在吸毒的情形 他家人 会在外面 怕什么呢 因为到时候 他如果 这个毒瘾犯 他又 这个没有来喝 假设以 西海洛因 为主 为例 到时候 他不到医院去门诊 他通常是八点半的时候 去喝一杯美沙冬 美沙冬是二极毒品 有点绿色 喝下去的话就可以 可以抵一天的海洛因的瘾了这样 那说他哪一天不喝的话 那家人知道的话 他就向警察检举了 好 所以医疗机构的话 事实上医师在会诊 在在 听诊这个 毒瘾的时候 他 家人都 他会请家人在外面 不要在他旁边这样 好 毒品文化防治条例 23条 它规定 124条第二项 强制戒之其满 应急释放 就最常不能超过一年 由警察官方 为不起诉之处分 不起诉的处分 或少年法院 为不复生理的裁定 起满 又释放 释放完以后 检察官应该为不起诉 不起诉 好 23条之一 被告因拘捕到案 检察官一二十条第一项 申请法院裁定 观察到件 应该自拘捕之二十四小时以内 并将被告移送该官 法院讯文 因为这个宪法第八条 人身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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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因传唤自首 自行到案 请检察官予以逮捕者一同 就是说 被告因具体逮捕到场 检察官一二十条第一项 规定申请法院裁定 观察热见 因自拘捕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为之 像日本的话是四十八小时 有一些国家是四十八小时到七十二小时 都可以被接受 我们国家是采取非常严格的 二十四小时 保障安全 这是根据宪法第八条 人身自有的保障 所以最近几年有增加新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二十三条之一 有新增加 如果被告因拘捕到场 应该自拘捕 拘捕之时起 二十四小时内为之 二十四小时 二十三条之二 少年经裁定观察热见或强制戒至者 就不适用 他就不适用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二三条之二 他说第一项 少年经裁定观察热见或强制戒至者 不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 四十五条第二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少年事件处理法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四十五条的第二项 第二项 我们来看一下 四十五条 少年事件处理法四十五条第二项的一些规定 跟各位嘉宾报告一下 少事法的 他说 这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二三条之二 地项规定 少年经裁定 观察热见 观察热见不能根据二十条规定 观察热见不能超过两个月 好 强制戒至 强制戒至的话 六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这样 二三条 二三条之一的二三条 至二 第一项 少年经裁定观察热见或强制戒至者 不是用少年事件处理法四十五条第二项 那我们看一下 少年事件处理法四十五条 不是用少年事件处理法四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 受保护处分之人 令受保安处分之宣告 确定者 向观察热见强制戒至 为保护处分之少年法院 令你裁定定期应执行之处分 令受保安处分之宣告 保安处分 那这个观察热见好像就是有类似 保安处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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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条上说 如果检察官 一对于毒犯为负条件的还起诉处分 或于少年法院认为 一少年事件处理法程序为适当时 不适用之 不适用之 检察官为还起诉的话 就不适用二十条地项 二十条地项 观察热见 或者说二十三条第二项 我们看一下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第二项 观察热见或强制戒至 执行释放以后 三年内 三年内再犯第十条 第十条之罪者 检察官或少年法院 依法罪诉或裁定交互审理 这个就是用刑法来制裁他的 可是那个依据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话 如果检察官事上 他还是可以还起诉的 还起诉的 二十四条第二项 前项还起诉 处分经撤销者 检察官应继续侦查或起诉 好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二十四条 之一 观察热见或强制戒至处分 与受处分人 施用毒品罪至追溯权时效时 追溯权如果时效的话 就不能执行观察热见跟强制戒治疗 好 第二十五条案说 犯第十条之罪而付保护管束 施用一级毒品二级毒品 或因施用一级二级毒品 将经裁定交互保护管束的少年 在保护管束期间 警察机关或执行保护管束者 应定期 或是 与其 有事实 可移为施用毒品史 通知与指定的时间到场 采验尿液 我正当中理由不到场的 可以报警检察官或少年法院许可 强制 采验 据到场而拒绝采验者 得违反其意识 强制采验 与采验后 应急使 报警检察官或少年法院 补发 许可疏 好 这就是在保护管束之间 可以给它验尿 验证一下它是 有没有 吸毒这样 26条 犯第10条 之罪就是 施用毒品 一级二级毒品 与送观察乐戒 或强制戒制期间 他所犯他罪的心心犬十项 停止进行 心心犬停止进行 这样就不算了 因为他是观察乐戒 戒制 所以他那个心心犬就是 停止他 等他结束完以后 再继续接上去进行 这样 好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 30条11 受观察乐戒或强制戒制处分 其原受观察乐戒或强制处分 强制戒制处分之裁定 经测销确定者 因为他强制戒制要交钱 他后来被撤销了 得请求访完 原理缴纳之观察乐戒或强制戒制费用 这样 好 31条 经济部位 经济部为防治县区化学品的工业原料 工制毒品 得命厂商申报 该项工业原料的种类输出入生产销售使用 储存的流程数量 并得检查其布测场所 常商不得规避 拒绝妨碍 那违反第一项 31条 第三项 规定他说 违反第一项的规定不为申报的话 新台币3万以上 30万以下 法案远 然后 并通知限期补证 预期乃未补报者 按 暗制连续处 这个不为申报 新台币3万以上 30万以下 我觉得这个应该加重成10万以上 然后 31条 第四项 规避妨碍或拒绝地项的卷查的话 也是新台币3万以上 30万以下的法缓 并得暗制处罚 强制检查 这个我觉得这个最低 可能要改成10万 会比较 比较好一点点 比较后处理 毒品文案防治条例 31条之一 他说 特定的研究场所 应该执行下列的防治措施 标示那个 反毒的标志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说 那个 第三项 特定营业场所人员 知悉有人 在内 使用或持有毒品 为通报警察机关处理者 有直辖市 县市政府 处负责人 新台币 10万以上 100万以下的法缓 这一个部分的话 10万以上 100万以下的法缓 这个特定营业场所 他对于 知道有人在使用毒品 而不通报的话 事实上 恶性很重大 10万以上 好像似乎太轻了 我觉得 可能是不是应该 30万以上 会比较适当一点点 好 好 那32条之一 是那个 这个叫做 那个 这个是 侦办跨国性的 那个毒品犯罪 然后 检察官 或者司法检察官 好 得由其 检察长 或最高 擠的 上机关 首长 向最高 检察署提出 偵查 计划书 好 计划书 先许可 这个就是说 先让毒品 还有那个 毒箱入主国 然后等 适当时 时机的时候 再把它白补 这个 32条之一 就是那个 特种的 毒品 毒品的偵查所 毒品违爱防治条例 那个 32条之一 这个叫做 毒品违爱防治条例 32条之一 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 这是很新型的 那个 犯罪侦查手段 就是说 先不要打草精神 让毒品 跟那个 毒箱可以先入出国 适当时机 再给它白补 但是要经过 最高检察署 检察中长核口以后 然后核方 侦查 指挥 这样 侦查指挥 这样 侦查指挥 算计算条 它说 为了防治毒品犯态 主管机关 对于所属的特定人员 可以要求它采验 采验尿液 特定人员 这个 法律所谓的特定人员 恐怕要 要给它明确化 会比较好 特定人员 因为这个有点 不确定的 法律概念 最好是把它明确化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读品外防治条例 33条之一 尿液的检验由下列机关为之 卫生福利部 所属的医疗机构 卫福部指定的机构 法务部电话局 警政署 行事局 国防部 县兵指挥部 或其他政府机关 依法设置的检验机构 这是33条之一 刚才提到的32条之一 32条之一 这叫控制下交付 这叫控制下交付 谁在谁的控制下 最高检查检查中长 何可控制下 發揮核发 侦察指挥书 入出境管制相关机关 像航空检查局 海关 移民署 许可 毒品 还有毒消任人 入出国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 警察在出动 事发警察或调查局 调查专员 调查专员 再搜网 这样 这叫控制下交付 32条之一 跟32条之二 这就是 属于控制下交付 好 接下来跟各位嘉宾 来介绍一下 我们毒品回来防治条例 目前实际指法的 那个困境 跟未来可行的 修法方向 我这边列了 20点左右 来供各位嘉宾 还有先进 还有跟各位专家学者 来 来 来报告 相互学习这样 好 第一点 就是 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防治条例 那这里 特别留意一下 这个防治的字 是这个字 这不是治理的 不是治理的字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防治条例 31条 特定营业场所人员之 管理责任与处罚而渡 目前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1条 制一 它是这样规定 它说 为防治毒品危害特定营业场所 因执行下列防治措施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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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一 它总共有 1 2 3 4 5 第一项的话 怎么防治呢 于入口明显处标示毒品防治资讯 其中因展示持有毒品的人 不得进入 不得进入 第二款的话 31条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1条 制一 第一项 第一项 这是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第五项 第一项里面有四款 1 2 3 4 指派一定比例的从业人员参与毒品危害 将防治工限制 第三项 31条 事一 第一项 第三项 被置负责人 还有从业人员的名册 第四项 抱歉 第四款 因为是第一项 第四条 项 款 我们大陆法系的法律架构就是条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第五项 条项 然后第四款 发现疑似失用或持有毒品之人 要通报警察机关处理 那我们看一下31条 之一的第二项 特定营业场所未执行前项各款锁裂 仿制措施之一者 直辖市 县市政府 并负责人限期改善 限期未改善的话 我们就给他5万到 5万以上 50万以下的罚法 暗刺处罚 其罚人或合伙组织经营者 并同处罚之 这里的 负责人给他5万以上 50万以下的罚款 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给他提升到10万 会比较适当一点 10万以上 因为他不执行防治措施 额度可以再给他提高 第三项 31条 质疑第三项 特定营业场所人员 知悉有人在食用毒品或持有毒品 然后故意不通报警察机关的话 有直辖市 县市政府处 负责人 新台币 10万元以上 100万以下的罚款 我觉得这个10万恐怕提升到30万左右 刚才提到 30万 或者说50万也可以 那从 我觉得提高30万也是可以 100万的话可能提高到200万到300万 其属法人或合伙组织经营者 并同处罚之 情节重大者 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令其停止营业六个月以上 一年六个月以下 或热令限业 热令限业的话是永久的 停止营业的话就是六个月以上 一年六个月以下这样 好 然后31条之一的第四项 直辖市县市政府应定期公布的不明人质 最新一年查获前项锁定情节重大的营业场所名单 这个是属于行政法里面的其他法法 就是公布名单 然后第五项 31条之一的第五项 第一项特定营业场所的种类 毒品防治资讯的内容 标示的方式 负责人 从业人员名册的格式 毒品文案防治训练 执行机关与执行程序 之办法由法务部会商相关机关定制 这个毒品文案防治条例31条之一 第一是第五项是母法 然后根据这个母法 第五项定定一个授权命令 那定定的行政命令叫做授权命令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毒品文案防治条例31条之一 特定营业场所人员的管理责任于处罚合度 要给他加重 要给他加重 我目前的看法 如果这个营业场所知道有人在吸毒的话 我们应该给他处罚第三项 处罚三十万以上 两百万以下的罚缓 然后停止营业六个月以上 一年六个月以下 这个是还好了 可以接受 就是说如果知悉有人在吸毒 然后他又故意为同胞警察机关来处理的话 我觉得主管之下是县市政府 应该可以处负责人 新台币三十万以上 两百万以下的罚缓 这样才有合处力 好 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毒品文案防治条例 应该定定一个主管机关 那我这个这个是 我目前是有二三点的建议 那我再给他加一点 就是说二十四点 就是 毒品文案防治条例 应该定定一个那个 毒品文案防治条例 以 以规范那个主管机关 那现在毒品文案防治条例 好像没有主管机关 就是 以 规范 主管 机 官 为 家 就是 规范 何者为主管机关 何者为主管机关 为家 好 那 接下来继续 向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 毒品文案防治条例 现在执法的困境 还有未来可行的修法方向 第二点 有关于 毒品文案防治条例的 制造换卖运输 的处罚 而度 我觉得 似乎可以再加重 似乎可以加重 这个毒品文案防治条例里面的 那个 第四条 制造换卖运输 制造换卖运输 一级毒品的话 死刑无期徒刑 这个刑路是很重的 无期徒刑 并科 新台币三千万以下的罚金 这是可以的 二级毒品 制造换卖运输二级毒品 除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刑路事实上也是 也是很重 罚金这部分 我觉得事实上 是可以给它 给它改成 两千万 两千五百万以下的罚金 二级毒品的话 制造运输贩卖 甲基安非他命 这些都是二级毒品 我觉得这个 除无期徒刑 制造运输贩卖 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二年 这个刑路还是可以改的 然后 新台币的话 得并科新台币 两千五百万以下的罚金 然后 制造运输贩卖三级毒品的话 七年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改成十年 然后并科新台币 两千万以下的罚金 制造运输贩卖四级毒品的话 给它处罚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二年以下可以把它拿掉 几年以下可以把它拿掉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就是四级毒品 制造运输贩卖四级毒品的话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制造运输贩卖三级毒品的话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后制造运输贩卖二级毒品的话 五级毒品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变可2500万以下的罚金 然后三级毒品的话 可以变可2000万以下的罚金 四级毒品的话 可以变可1000万以下的罚金 就是有关于制造运输贩卖 它的责任 事实上还是要给它再加重 尤其是有期徒刑部分 这个是已经够重了 但是还是可以再有加重的那个空间 像那个四级毒品 制造运输贩卖四级毒品 我觉得就应该有7年以上有期徒刑 制造运输贩卖三级毒品 给它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制造运输贩卖二级毒品 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样好 罚金也要给它加重 就是说制造加重毒品 违害防治条里面 制造贩卖运输处罚的行动 刑期可以再加重 罚金也可以再加重 Ketamine的话 Ketamine目前是三级毒品 我觉得Ketamine 事实上是非常泛滥 Ketamine事实上是非常泛滥的 Ketamine 那我觉得Ketamine这么泛滥的话 事实上应该有必要给它提升到二级 而且少年希什 这个安菲他命二级的话 事实上 事实上它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话 事实上它成年以后 它这个资料会被消掉 会被消掉 我们看一看 yilan.taiwan-pharma.org 这个它说 制造运输贩卖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制造运输贩卖 Ketamine 行级提高为七年以上有级毒品 制造运输贩卖三级毒品 7年以上是没错的 Ketamine是三级的 好 Ketamine是那个 Ketamine是那个 三级毒品 持有三四级毒品的话 如果是五公克以下 是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的罚款 我们看一下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的那一个 持有 持有 无正当理由持有或食用三四级毒品 新台并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的罚款 然后限期令期接受四小时以上八小时的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网站上事实上也有提到说 仅储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款 事实上我觉得应该五万以上十万以下罚款 这个部分事实上 就是它处罚额度比较低 Ketamine是三级毒品 Ketamine在酵母方面事实上是非常非常 泛滥的 然后它说 这个中史新闻有提到 贩毒出新造 药头假冒 烧肉 名店 鲑鱼 鲑鱼软套餐 就是Ketamine Ketamine 然后那个 雅虎奇魔王它有提到 它说 洋装物流 运毒 进入社区 警察或上亿 远的那个 暗毒 Ketamine 事实上 Ketamine Ketamine 事实上是非常的 那个 泛滥 在台湾 所以我觉得 Ketamine 事实上目前是三级 提升二级 但现在有人说 二级的话 就是少年他会 就有刑案记录 而事实上 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 那个少年成年以后 他那个少年犯罪记录 就自动消费 不会跟他一辈子这样 也不会影响他参加 参加那个 国家考试的权利 或从政权 好 那目前 毒品文化防治条例 对于 施用二级毒品的话 乃 人应以行事法 进行管制为家 那我们现在 那个 施用二级毒品的话 那个 根据那个 十一条 持有二级毒品 二年 两年以下 有几毒品 俱易为新台币 二十万以下的 那个 罚金 这是二级毒品 我们是处罚他 那个 两年以下 但是如果二级毒品 持有二级 第二级毒品 存值净重 二十公克以上的话 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 五年以下 有几毒品 得并合新台币 七十万以下的罚金 所以他持有二级毒品 是以二十公克来区分 二十公克以下的话 持有二十公克以下 两年以下有几毒品 俱易为新台币 二十万以下的罚金 使用二级毒品 如果是超过二十公克 二级毒品 超过二十公克 这是存值净重的话 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几毒品 得并合新台币 七十万以下的罚金 那目前 毒品无外防治条例 对于使用二级毒品 用刑事制裁 我觉得仍然还是要用刑事制裁 来进行管制为加热 这样 那毒品无外防治条例 采取有条件的除刑不除罪 相当一个观察乐界 不能超过两个月 强制 借制六个月以上 七年以下 抱歉 一年以下 这就是有条件的除刑不除罪 政策 个人认为仍然应该维持之 同时应该对毒瘾者进行多元处育措施 以及社区处育 基本上毒品它是具有成瘾性 滥用性跟社会的危害性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成瘾性 所以我觉得对毒瘾者 应该不放弃任何一个成瘾者 我们应该给他戒毒 进行多元处育措施 还有社区处育 那目前 毒品文案防治条例 把吸毒者 视为病犯的政策 我觉得 仍然应该维持之 就是说 就是把他当 又是病人又是犯人 这样 双种角色 我觉得应该还是维持这样 那毒品文案防治条例 应该废止死刑 应该这个死刑 过于残忍 而且他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条第一项 制造运输贩卖 一级毒品的话 除死刑或无期毒刑 除无期毒刑 除无期毒刑 病科兴台币 3000元以下的罚金 我觉得应该 第四条第一项 应该把它加一个 除死刑 除那个 制造运输贩卖 第一级毒品则 死刑把它划掉 除无期毒刑 或15年以上 有期毒刑 这样法官在量刑的时候 恐怕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我们现在制造运输贩卖 一级毒品的话 就只能有死刑 跟无期毒刑 这两个选项 这未免太为难法官了 我觉得 制造运输贩卖 一级毒品 目前的话 法官只能有两个选项 死刑跟无期毒刑 在预防犯 在压制犯罪 嚇阻犯罪方面 死刑是没有什么效果 无期毒刑的效果也是更差 这两个是烂凶烂地 在实证资料 我有写一本电子书 有放在我的网站 各位嘉宾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Google里面 打上科与费 在那个专书里面 就有一本 就是那个 就是 有关于 有关于那个 我在写那个 如何让台湾 迈向世界强国 跟富国的政策 以建构那个 优质的移民政策 为出发点 这一本的那个 电子书里面 我做很多那个 死刑的威吓成效 那我发现做完以后 死刑事实上 各类型的犯罪 用死刑当自便相 这样好像通通 没有一个 打到威吓效果的 通通没有 那无期毒刑也是一样 无期毒刑也是一样 这两个是烂凶烂地 对各类型的犯罪 都没有 嚇阻效果 没有嚇阻效果 相关是有了 达到相关 有嚇阻方面 可能有相关 都统计上 相关分析有 但是我们又更高阶的 那个回归分析 那无期毒刑 死刑跟无期毒刑 事实上都没有 对那个 嚇阻犯罪 都没有违和力 所以那个 毒品为防治条例 第四条第一项 制造运输 唤卖第一级毒品的话 除死刑 这个死刑 要把它划掉 删掉 这个已经是很残忍 很残酷的 就是说 国家来杀人 国家不是要保护民众吗 保护民众 那个犯毒者也是人 犯毒者 他虽然是吸毒 但是他也是人 他的人权也要尊重 他的生命权也要尊重 那国家透过立法机制 透过一些人 透过法律 然后对他执行死刑 那事实上是国家在杀人 我们应该互生 把每一个毒品犯 每一个台湾民众 都当过宝贝一样 有教化的可能性 所以死刑应该把它删除 无期毒刑理论上 也没什么嚇阻效果 但是 也可以参考参考 放着也可以的 但是这个地方要加一个 或15年以上 15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样 然后储无期徒刑 或变科新台币 3000万 3000万可以把它再提升了 3500万 好 再来是 在这个反读 反读里面 我们恐怕特别重视一下 犯罪学里面 犯罪学里面 有一个理论叫做 Gapway Process Gapway Process 或是说 Gapway Process 另一种讲法 它也有一种叫做 Gapway Theory Gapway Theory 门槛进阶理论 Gapway Theory 因为要打中文 Gapway Theory T-H-E-O-R-Y Gapway Theory 就是吸毒的话 它事实上是有进阶的 从合法物质到毒品 对青少年 强化宣导使用物质 烟 香烟 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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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的話先從Ketamine 三級毒品慢慢吸 再進階到二階的 甲基安菲他命 然後當然就是毒癮更重的那個 到了四五三四十歲以後 就變成打了一個海若 四五十歲的時候 把海若因 這叫Gateware Process 或是Gateware Theory 就是他有個門檻進階理論 那我們必須要跟青少年 還有成年人是一樣的 對台灣社會各階層的民眾 強化宣導 事實上使用合法的香菸檳榔酒 事實上他就是吸毒的前步驟 因為吸毒就是 很像那個吸香菸 吃檳榔喝酒 就像幼稚園一樣 慢慢的從進入到Ketamine 就是小學的 然後再來是 安菲他命 中學高中的 然後進入大學海若因 他是他是進階的這樣 所以我們對於青少年 對台灣各個族群 各個年齡層 各個族群 特別是針對青少年 要加強宣導使用毒品 那個危害性這樣 好 增加台灣地區各處 偏鄉衛生所的環體素 護健影治療的那個 健影門診量呢 增加偏鄉衛生所 醫生護理人員的薪資 醫生才會去 醫生才會去偏鄉 那個 心臟科的 心臟科 外科手術 在市區裡面一個月薪水 可以達到70萬 70萬 偏鄉衛生所 可能領十萬 偏鄉衛生所的醫師 才有醫師才會去 那這裡有一個 環體素護健影治療 這個是一個 他的母法在這裡 反起訴 因為那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20條裡面 他那個 那個 20條是觀察樂界 就是適用第1級毒品 第10條是適用第1級毒品 第2級毒品是犯吸食毒品罪 20條的話 第一項是說檢察官可以裁定 申請法院裁定觀察樂界 然後檢察官也可以申請 警察官也可以不給他 不用申請 像法院 申請 觀察樂界 強制戒指 檢察官也可以申請 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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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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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在那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23條 第2項裡面有提到 觀察樂界或強制戒指 執行完畢以後 3年內再犯第10條 吸食毒品罪的話 檢察官或少年法院 應依法追訴 或裁定交互審理 這是說交互審理 就是要給他追訴 但是我們又有一個 24條 24條 24條第1項 不是檢察官可以向法院 申請那個 對毒犯 申請觀察樂界 跟強制戒指 還有23條的第二項 23條的第二項 23條第二項 23條第二項 3年 就是 毒犯他 他觀察樂界 強制戒指 執行完以後 3年以內再犯 食用毒品罪的話 那檢察官應該 依法給他 追訴 好 追訴 然後向 起訴 向法院起訴 可是24條是有特別規定的 他說 他說 這個 檢察官 他說 可以在這個 不一定要向毒犯給他 起訴 他說可以為 負條件的還起訴 處分 負條件的還起訴 處分 好 然後24條第3項 他說檢察官 為還起訴前 應徵詢醫療機構的意見 好 醫療機構的意見 然後呢 還起訴的話 就是 他這個就是把這個案件 轉向 轉向 轉向到那個 還起訴 接受門癮 戒指 門癮 門診戒指 所以他這個 各處偏向衛生所 他有還起訴 護戒癮治療 他的戒癮門診 量呢 我們要給他增加 提升 衛生所護護士 醫師護理師人員的新知 好 好 那第10點 全國各地檢察署 檢察官對於 撤銷還起訴 或 那個 建議 治療處分的做法 就是撤銷還起訴 他的 做法 標準 基準 一定定同一做法 同一做法 這撤銷還起訴 裁量基準 好 撤銷還起訴 還起訴 事實上是可以撤銷的 好 為什麼呢 因為檢察官發現他 他有在吸毒的話 事實上可以把那個 還起訴 把他那個 撤銷掉 因為他 他有在吸毒 毒販在 還起訴期間 他 他有吸毒的話 事實上檢察官就可以 把他那個 還起訴 就把那個 把他那個 還起訴 把他那個 撤銷 把他 撤銷 還起訴 還起訴 因為還起訴 基本上他是 他是說要鼓勵那個 受毒品 那個 毒販 他去 門診 接受那個門診 治療 所以那個二四條 第二項他來說 前向還起訴 處分 檢察官的 這個 檢察官事實上 他抓到那個 毒販以後 他不一定要給他起訴 他可以維護條件 維護條件 維護條件的還起訴 處分 維護條件的還起訴 處分 如果檢察官 檢察官 維護條件的還起訴 處分時 適當時 他事實上常就是說 檢察官可以還起訴 就對了 然後二四條第二項 前向還起訴 處分 經撤銷者 檢察官應繼續 偵查或起訴 這就是說 這個部分 還起訴這部分 有條件的處刑 不處罪 讓毒販接受治療 結果他在接受還起訴期間 他又去西海洛應了 檢察官就可以把他撤銷 好 第十點就是說 全國各地檢察署 檢察官對撤銷還起訴 或借引治療處分的 那種做法 標準還有基準 就是 全國就是法務部的各地的檢察署 應該訂定統一做法 怎麼做法呢 就是撤銷還起訴 裁量基準 或行政命令 就免得各地檢署 有一些地檢署比較偏嚴格 有一些地檢署 撤銷還起訴 也比較寬鬆 好 第十一點 毒品文藥防治條例的戒毒機制 分為 觀察樂界 及強制戒指 觀察樂界是不同 超過兩個月 強制戒指的話 是六個月以上 最長 強制戒指 強制戒指 最長的時間 規範在 這個有關於時間的話 規範在二十條 毒品文藥防治條例二十條 第一項的話 觀察樂界 期間不能兩個月 二十條的第二項 受觀察樂界有 繼續使用毒品傾向者 檢察官 應申請法院裁定 或有少年法院裁定 另入戒指處所 強制戒指 強制戒指時間 為六個月以上 自治 無繼續強制戒指 知必要為止 最長不能遇一年 所以強制戒指的時間 就是六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 好 然後呢 有關於觀察樂界 有無繼續使用毒品傾向 有無繼續使用毒品傾向 這個會涉及到哪一點呢 就是二十條第二項 如果觀察樂界兩個月以後 認為受觀察樂界的人 有繼續使用毒品傾向者 檢查官 應申請法院裁定 或有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典裁定 另入戒指處所 強制戒指 假設觀察樂界 結束完以後 受觀察樂界的人 有繼續使用毒品傾向 所以這個觀察樂界 有無繼續使用毒品傾向 這就是說 觀察樂界 期間不能超過兩個月 兩個月結束完以後 要來評估一下 他有沒有繼續 接受強制戒指的必要 那會有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叫做 有無繼續 繼續使用 毒品傾向 評估標準紀錄表 有無繼續使用 毒品傾向 評估標準 這個標準 應該盡量給他 再精進 這樣 用實證科學為基礎 這樣 好 第十二點 各縣市教育局 下面都有 學生輔導諮詢中心 這中心的主任 有時候是 國中或高中的校長 見證 然後在各處的話 像六度各區 他們都有專業的 專業的輔導老師 住在各個國中 國中辦公 那 事實上他這個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再學這部分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它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檔位 但是受限於他的人力 所以他有時候他的工作量 並不是那麼OK 並不是說達到很理想的境界 所以 所以事實上 如何招聘 如何 這個議題就是說 如何強化各縣市教六都 還有各縣市教育局裡面的學生輔導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人力 事實上這個問題 也是很值得 很值得 重視的 因為那個 學生吸食 KTA面 事實上是 校園吸食毒品 事實上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 學生輔導這個區塊 事實上也不能偏廢 那如果為了要讓 教育局下面的 學生輔導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能夠發揮他 既定的目標 還有使命還有功能 事實上他的人力 工作量等方面 都要給他增強 尤其是能力方面 所以我是建議的 第十二點 增加增強各縣市教育局 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這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他這個單位叫學生輔導 輔導諮商中心 不是學生諮商輔導 有一些文憲把它寫成 學生諮商輔導 是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他的人力要強化 工作效能要提升 那第十三個 討論很久了 像新加坡 印尼 美國 美國有企圖群 DEA 印尼也有企圖群 新加坡也有 很多國家 先進國家 以色列也有 都有成立專者的 反毒機關 我是覺得台灣應該成立 專者的反毒機關 比較佳 成效會比較好 第十四個 對於星星影響精神物質 又稱為星星毒品 他的英文叫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 N N的話就是new P的話就是psychoactive S的話 substances 物質 substances 物質 台灣對於NPS 新興毒品 new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 的管制 事實上 韓國最近幾年 他有奠定一個專法 專門在管理 新興毒品 我們台灣 對於 新興影響精神物質 新興毒品 這個部分 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 應該把它奠定一個 專門的法律 來管制 可能效果比較強 那我們現在的 那個 新興毒品的管制 就是 毒品無害防治條例 裡面的第二條 第幾項 第三項 他說前項毒品的分級品項 還有品項 由法務部會同衛生福利部 組成一個毒品審議委員會 這就是毒品分級 還有品項的審議委員會 三個月定期檢討 審議委員會 並得將具有成癮性、半用性 對社會危害性之餘 之麻醉藥品與其製品 影響精神物質與其製品 及與該等藥品、物質或製品 具有類似化學結構之物質 進行審議 並行審議 通過以後 由行政院公告之 公告增減至 並送請立法院查 查照 這個就是說 或製品具有類似化學結構的物質 進行審議 審議通過以後 就用行政命令來公告 目前我們就是 透過這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第二條 第三項 第三項 後半段 來對於信心毒品的管制 事實上 管制的力道還可以再增強 管理的力道再增強 所以我建議說 對於信心影響精神物質 又成為 信心毒品 New Psycho Active Substances NPS的管制跟管理 應該制定專訪 第十五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應該強化重視反毒的預防面 結合社會資源 加強預防食用毒品的機制 就是說 事實上 預防重於治療 預防重於治療 所以 我們現在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二至一條是有的 指標是六都 縣市政府未執行毒品防治工作 應由專責組織辦理下列四項 毒品防治的教育宣導 提供 食用毒品者 家庭重整 至於心理輔導等 關懷防釋方案 好 那我覺得這個 毒品的預防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 從預防重於治療的觀點 就是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在預防方面 事實上 它就是只有一個 吐杯 就是只有一個 一款而已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裡面有關預防的記制 它規範在這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的 二至一條 二至一條裡面有兩項 第一項裡面的第一款 毒品防治教育宣導 那這個 說實在的 這個 這一個 它的那個 就是說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裡面在 在這個 毒品預防方面 著墨 力道不夠強 所以我覺得 我第十五點 建議就是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以強化 重視 販毒的預防面 prevention 接著 social resources 然後加強 預防適用毒品的 mechanism 在第十六點 在第十六點 就是 宣導家庭功能 強化毒品者 家庭有支持的系統 鼓勵毒品者 家庭成員 要從後面 Push他 Support Support 你的毒品者 家庭成員 爸爸媽媽 或家庭成員 要Support 那個毒品者 支持他 協助他 Push他 讓他能夠回饋到 正常的那個 的那個 生活 還有工作 社會大眾 常常會 有點 語帶 酸 酸話 這樣來酸這些犯罪學家 他說 你們提出來 這些 犯罪預防對策 都 離不開三點 家庭 學校 社會 家庭 要重視家庭的功能 要重視學校的功能 要重視社會控制 教育的功能 家庭功能 他說老掉牙的 每次這個 提到犯罪預防 犯罪防治 都是強調家庭的重要性 這個 所以他說 那個 犯罪學家提出來的 那個犯罪對策 都是那個 千篇一律 重視家庭 重視學校 家庭社會 不過 雖然是這樣 對於那個 防治毒品方面 那個 毒品犯罪 家庭功能的失調 事實上是導致 那個青少年 氣毒 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因 不只是青少年 成年人也是一樣 就是家庭功能的失調 所以 要尋找那個 家庭功能的重要性 雖然他是老掉牙的 老梗 但是 事實上他就是非常重要 很多的研究顯示 即便到了21世紀 2022年 未來是一樣 家庭功能 事實上 就是家庭功能好的話 他毒品犯罪就會下降 好 17點 結合勞動部的職訓訓課程 提升讀因者 就業機會 讀因者 讀因者 他在初見的時候 他在監獄裡面的職業訓練 跟初見以後要結合起來 初見以後 他的職業訓練課程 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那勞動部的職訓課程 事實上是非常棒的 他有的還會每個月補助1萬 1萬2 1萬5 那職業訓程又是很多種 所以我們就是說 16點跟17點應該結合起來 就是家庭成員 應該多鼓勵這些 毒品者 然後再去從事 接受這個勞動部的 各式的職業訓練課程 那假設這個毒品者 他又有吸塞海洛鷹的話 他事實上他就應該 那個 就是說 多像這個吸毒品 毒品者和他的家庭 宣導 事實上在那個 毒品 就是說他在那個 應該跟他多宣導 毒品為防治條例的那一個 他就是說 他那個 在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被發現之前 他接受 接受毒品戒指的話 事實上我們是不會追溯他的 那一個犯罪行為的 事實上是不會 我們是不會追溯他的犯罪行為 我們是不會追溯他的犯罪行為 這個規範在 在哪一條呢 規範在 這就是說我們鼓勵那個 毒 毒犯 21條 毒品為防治條例 第21條第一項 犯第十條是罪者 就是使用一級毒品罪 二級毒品罪 與犯罪 這個犯罪是使用毒品罪 未發覺前 自動向衛生福利部指定的醫療機構請求治療 醫療機構 可以免除 醫生免除 將請求治療者 送請法院或檢察官 這就是介癮治療 應該多 多像那個 這個 毒癮犯 毒犯的家 家 家庭成員 還有對毒販本身 來選擇這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裡面的 那個 21條第一項的規定 這個鼓勵那個 毒販去接受那個 毒癮戒治治療 那如果吸採若鷹的話 他一天吸採若鷹要三四千塊 他喝一杯 喝一杯美沙東的話 就是門診費用而已 好 門診費用而已 好 那 再來18點的建議 增加增強各縣市毒品 防治中心的人力的工作量 然後提升各縣市毒品 防治 毒品防治中心管理師的待遇 這個各縣市毒品防治中心 現在還是臨時編制 看能不能把它變成那個 常態性的 常規的 常規的組織 事實上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常設性的組織 他能夠來 來推動 政府的那個 販毒的那個工作 在這個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2-1條裡面 他第一項他就有提到 這下是縣市政府為執行毒品防治工作 因而專責組織 辦理下列的事項 專責組織就是臨時編制 各縣市毒品防治中心 他不是編制內的 所以如果把它變成編制內的 從編制臨時 臨時編編的機制 臨時編制的機制 變成正式的組織編制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再加強各縣市毒品防治中心的人力跟工作量 我之前好幾年前 我在那個桃園市政府 毒品防治中心 就是當他那個 毒品防治那個專家 以專家的身份 在這個參加他們幾次的會議 那我發現這個毒品防治中心 好像是臨時編制 然後管理師薪水好像不高 這個真的是這部分要強化 第十九點 強化對於麻防術的那個 類治劑管治的力道 最好制定相關的管治麻防術的那個 類治劑的行政命令 就是訂定一些相關的行政命令 來強化管治這個麻防術 麻防術類的治劑這樣 然後那個 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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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這個是防二 這個好像寫錯了 這個好像寫錯了 那個 防止 麻防術類治劑 留為非法治劑 就是要防止毒消喜樣 我們除了洗錢以外 我們還有喜樣 就是把那個 反制的麻防術類的治劑 把它抽出來 體驗出來 變成那個 毒品這樣 二十 二十點建議 落實推動新世紀的 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第二起計畫裡面的那個 落實哪一個部分呢 落實新世代的 反毒策略行動綱領裡面的 降低毒品新生人口 這部分也是很重要 就是吃 出飯的那個 新生毒品人口 要把它降低 然後抑制毒品的再犯 然後再減少毒品的需求跟危害 然後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這部分非常非常重要 推進 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推進計畫 好像很像日本人 日本的那個 那個 毒品 那個犯罪預防 都常常用推進 推進這兩次 再犯防止 這部分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抑制毒品再犯 再犯的防止推進計畫 那我覺得應該變適當的人力 精備 來 落實再犯的防止推進計畫 第21點 毒品新生人口裡面 我們那個 新世代的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第二期裡面 也有一個目標 叫做 降低毒品新生人口 新生人口 生人口 那我21點的建議就是說 毒品新生人口的 食用毒品成因 我看網路的資料很多 文獻的資料很多的好奇 遇到偏差了有半 所以我們就應該多 像青少年還有成年人 宣導毒品的巨大為愛性 還有如何像我們的閨蜜 好友好朋友拒絕 他們好朋友那個 像我們提出一個邀約 這是說用一下而已啊 抽一下就好 麻一下就好 放鬆一下就好 但好朋友 閨蜜向我們來 邀約 食用毒品的時候 我們應該向青少年還有成年人 宣導 食用毒品的巨大為愛性 然後跟這些人 跟社會大眾 還有青少年教導 如果當好朋友 向我們邀約食用毒品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拒絕 如何拒絕 拒絕的步驟為何 然後堅定我們那種拒絕的信念這樣 這部分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好 22點的建議 透過多人處於方案 協助毒品者戒毒 就是說對任何一位的毒品者們 不放棄 好 不放棄 然後我們用多人的管道 運用社會多人的管道 心理上 物理上 金錢上 來支持 毒品者戒毒這樣 讓毒品者充滿正常的生活 還有工作型態 就是 我的22點建議 透過很多人的處於方案 社區處於 還有檢察官的緩起訴 還有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的 裡面的那個 21條的機制 我們鼓勵毒品者 在犯罪未發覺之前 鼓勵他主動 主動自動的向衛生福利部指定之 醫療機構請求治療 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 送法院或檢察官 這一部分我覺得 是不是還是可以盡量給他門診費用 每次阿東還有門診的費用 盡量給他 讓毒癮者能夠減輕 因為他們大部分吸毒的人 吸到最後都沒什麼錢 好 第23點 那22點建議就是說 透過多元處於方案 還有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裡面的21條 第一項的措施 還有社區治療 我們全力的協助毒癮者戒毒 就是對任何一個毒癮者 我們都不放棄 任何一位的毒癮者 我們就支持他 好 物理上 金錢上 心理上 家庭上 社會上 全力的支持他 支持他怎樣的戒毒 讓他能夠重返正常的生活 跟工作型態 第5個人的23點建議就是說 透過刑事法治公權力的高強度的強制 介入戒毒 才能夠使用毒癮者接受治療 然後刑事法治 公權力的高強度的強制介入戒毒機制的做法 仍然有必要維持治 這個講的是第20條裡面的地項 20條裡面的地項觀察樂界不能超過兩個月 強制介治最長不能超過一個月 一二八千一年 這就是高強度的那一個公權力的高強度的介入 然後如果三年以內 三年以內他再犯的話 三年以內再犯的話 三年以內再犯的話 再犯的話 根據23條第二項 觀察樂界或強制介治 執行完畢以後 三年以內再犯第四條 實用毒品罪的話 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因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 這就是說 透過刑事法制 強制的介入戒毒 才能夠令 使用毒品者接受治療 這就是蘿蔔跟棒子 蘿蔔跟棒子 蘿蔔就是說我們跟他處刑不處罪 鼓勵他去接受 還沒有犯罪之前 被發覺之前 我們鼓勵他去接受治療 這是蘿蔔 棒子 因為他不接受治療 我們就後面給他追他 打他 這就是 行事法制公權力的高強度的介入 介入那個 強制介入戒毒機制跟做法 仍然是有必要的 這樣 毒品者戒毒才會成功 就是說兩套 兩套的那個機制 同時並進 一個是給他蘿蔔吃 一個是用棒子打他 這樣 那不是真的打他身體 就是強制法 行事法制跟公權力的那個 高強度的那種強制介入 這樣呢 push他他才會去接受介入 那我個人二十四點建議就是說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以規範何則為主管機關為家 理論上看起來好像是 理論上看起來應該是 法務部 法務部 法務部在那個 像二字二條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二字二條 法務部會推動毒品防治業務 陰色基金 理論上是法務部 但是 衛福部也是 他的角色也是不容忽略的 所以 所以這個 到底是哪個是主管機關 這個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應該 是不是主要的主管機關 或協助的主管機關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定 或者說 應該定兩個主管機關 兩個主管機關恐怕不失切 或者是說 兩個主管機關 法務部跟衛福部 然後有一個協調機關 是法務部 也是可以這樣定 就是說主管機關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應該規範哪一個機關 是主管機關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以上 是今天跟各位嘉賓報告的 內容 那最後跟各位嘉賓報告 就是說 如果各位嘉賓的親朋好友 有人在西海洛英的話 根據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21條第一項的規定 犯第十條之罪的 第十條是 第十條罪是什麼呢 第十條是 第一項施用一級毒品罪 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 有級毒刑 第十條第二項是 施用二級毒品罪 三年以下 有級毒刑 那我們在那個 我們在那個 第十條是 那個施用毒品罪 施用毒品罪 然後 我們的這一個 剛才給各位嘉賓報告的 這一個 就是說他他 施用毒品還沒有被 被發 發覺以前 21條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21條第一項 犯第十條 施用一級毒品罪 還有施用二級毒品罪 之罪者 於犯罪未發覺前 就是他施用毒品 一級毒品 或施用二級毒品 這個犯罪 施用毒品 犯罪行為 還沒有被發覺之前 主動 製動 向衛生福利部指定 治 醫療機構 我舉個例子 像我老家住在南投市 隔壁就有 南投醫院 請求治療 南投醫院真的有 那個毒癮戒之科 戒之門診 醫療機構 南投醫院 衛生福利部 南投醫院 免將請求治療者 一級海洛瑩 送法院 或檢查機關 那個費用非常低 西海洛瑩 一天大概要三四千 四五千 那個 然後去那個 去那個衛福部指定的醫院 衛福部所屬的醫院 那個門診治療 和美沙東 那個一杯大概 大概是門診 大概幾十塊而已 頂多啦 一兩百塊而已 門診費用 不會很貴啦 這部分我覺得 這部分齁 有關於 戒毒這部分齁 美沙東 給毒販 給那個海洛瑩 和美沙東 來接受治療 這部分的費用 美沙東的費用 政府能夠盡量給他補助 因為有一些毒販 他吸到海洛瑩 吸到沒錢 賣房子賣車子 那事實上 那你如果給他費用越壓低的話 事實上他去 去和美沙東的醫院更高 然後現在好像只能八點半 早上八點半 喝完以後就上班 八點半也是衛免太趕了吧 因為他有時候要騎摩托車 上班的地點恐怕一個小時 所以那個和美沙東 那個蠻整齁 是不是能夠提早到七點半就可以喝了 或者晚上也可以喝 晚上喝 給他劑量高一點 看他們喝兩天三天的 喝一次可以抵兩天三天的 這部分都是有精進的 在精進的空間 以上 是今天跟各位嘉賓報告的 那個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的 那個 今天跟各位嘉賓報告的這個 有關於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實際執法之現況困境於未來可行之 修法方性的內容 很感謝各位嘉賓的聆聽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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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